哈喽大家好我是温村小发 今天带大家来看一看温哥华的地标 世界上唯一的真气中 它是温哥华的四宝 位于温哥华的格斯镇 我们中国人通常将它翻译为煤气镇 现在您所看到的就是煤气镇的中心地带 这些古老的建筑非常有特色 第一温哥华市中心只有几分钟路程 是每一位游客必经的打卡圣地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煤气镇的由来 煤气镇是温哥华最古老的街区 证明的由来原本是个误会 因为镇上第一座酒吧老板的绰号 与格斯发音近似 于是以鹅传鹅手字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第二像 就是传说上的老板了 我们现在就一边走一边看 前驱水街上看蒸气中 街道两旁的古老建筑 很是吸引人的眼球 我们下司见到这里 我们下司见到这里 我们下司见到 封面的闻 是右上司 tens了 另一边 是我们下司 蒸汽中就位于Waters坡和Cambies坚的交叉路口 哎就是这个路口没错了 一看这么多行人就知道是他了 这个蒸汽中的来历很有趣 当年的水街采用蒸汽集中供热 一条条供热馆将中心锅炉熟产生的热蒸汽 输送到各家各户 为了散去多余的蒸汽 人民不得不在街上开了三个散蒸汽口 可其中一个恰好位于最环滑的水街路口既不雅观也不方便 1854年一个叫桑德斯的聪明人巧妙地利用这个上蒸汽口的费蒸汽 建成了这座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蒸汽中 这座蒸汽中高两米 四面有中面 中盆以下完全透明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零部间的运桌 这个全世界第一座蒸汽中 也是当今世界上唯一幸存的蒸汽中 如今是煤气阵的地标 更是网红蒙壁间的打卡圣地 这座蒸汽中上主要地印地底的蒸汽来带动石中发条的 每15分钟蒸汽会从地底冒出 碰出蒸汽的中盖会发出呼呼的气体响声 非常有趣 虽然历经167年的风吹与打 但如今的他还是熠熠生辉 在全世界声名远播 来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运桌的 现在已经是1点15分了 我们来听一听他发出的越耳音越深 我们再来看看大中顶端的一大四小的五个气底 碰碎出大量的蒸汽 每分整点的时候还会发出越耳的音乐声 上学放学的时候还会摩擬学校的号音 越耳的气离声和冒着白烟的蒸汽 是游客们争读的奇景 当时的发明者非无地应建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蒸汽中 不但变费为宝 而且给居民带来了方便 后来世界很多国家争相笑谎 到19世纪末全球建成的蒸汽中多达北于座 号称有煤气灯的地方就有蒸汽中 不过随着电气化时代的到来 世界各地的蒸汽中就像原本随处可见的煤气灯一般 从人民的视野中一座座消失 如今温哥华的蒸汽中已经是全球的最后一座了 所以也就敌手当然的成为了温哥华的正式之宝 除了蒸汽中之外 温哥华市还有许多有特色的建筑和街道 以及世界顶阶生食品 以后有时间的话 我还会带大家来逛一逛温哥华的市中心 如果您喜欢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 并订阅我的频道吧 谢谢您的支持 古老而又有个性的蒸汽中 伴随着古色古香的建筑 让人北看不厌 如此有特色的温哥华 欢迎世界隔地的朋友们前来观光旅游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